高雄一個通緝犯被警察逮到的時候 警方就問他說你貴姓 嫌犯就跟他說幹 警方以為說你在跟我嗆聲啊 結果發現沒有人家真的就信幹 幹什麼的幹 彭華幹的幹 誤會一場 其實全台灣的怪姓是還真不少 什麼春夏秋冬 東南西北嘉義秉町 年月日都有人在信了 通緝犯在高雄的租屋處 被警方逮個正著 床上還搜出分裝好的毒品 但員警問了老半天 嫌犯就是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 沒聽錯 嫌犯的姓氏就是幹什麼的幹 但這個字乍聽之下實在很不雅 嫌犯只說了一個幹字 讓員警一度誤會 嫌犯是在搶俠 根據一些歷史記憶 好像也有這樣子的說 說他們是鮮卑族的後代 大高雄姓幹的就只有一個人 罕見姓氏讓警方印象深刻 其實幹什麼的幹真的是百家姓的姓氏 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 是地名也是一族的姓氏 已經有五百年歷史 民政局調查姓氏幹的人 整個大高雄也只有一人實在少見 但類似的怪姓氏可不只幹這個字 有人姓風有人姓圓 就台中一個地名叫風圓 這有人姓 那另外還有人姓那個無國瑜的魚 然後老虎的虎 沒聽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方向東西南北甚至縮打頭 還有真假這些罕見姓氏無奇不有 就連姓幹的通緝犯警方犯案多年 也是頭一次遇到 只能說中國字實在是博大精深 專訊記者王佩如 高雄報導